現在呢,回到這邊之後 我再加上燈光跟攝影機 這樣子你這個板子就會看得更清楚 我先把燈光加進來 因為燈光也是一種特殊塗層 所以我到 塗層這邊 新的燈光 在這裡按一下 好,那因為我今天要投影了嘛 所以我確定要投影 我就把這地方勾起來 因為我們預設的燈光 都是叫做聚光燈 拔爛 好,所以我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那不要那麼黑 有點陰化 確定,有沒有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對不對,當然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你的 這個光線齁 那我從這個地方我從左邊看會比較容易 好,我就來調整一下 記得你要調整這個時候 滑過去不要出現軸向 這樣是不是只動它 對不對,如果有軸向的會連這個焦距 對焦這一點都動 好,這樣有一個燈光 但是我還要一件事情 我剛有勾投影 可是會不會有影子 不會,因為我們講過 在AE裡面 你要產生影子 要怎麼樣 你情我願好嗎 對不對 這個,狼有情在這裡 沒有意要投影 所以你要針對這兩個 但是後面就不用嘛 你要也可以 因為後面要有人承接它的影子 對不對 所以後面有色沒色都可以 然後我就找到這個板子囉 我們還是標準設定一下 好,我把它打開 材質的選項打開 就在這邊 Case Shadow 有沒有 影子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發現影子這樣太,有沒有 太黑或者是語化不夠 這就不是它的事情 因為這是燈光的事情 點兩下 告訴它 語化多一點 有沒有 你再語化多一點 這樣是不是更多了 所以這個部分要看你的需求 你的需求 我可以淡一點點 好,確定好了 這樣我燈光先有了 再來我就要把攝影機加進來囉 不好意思喔 今天這個是脫稿演出的喔 我是沒有照課綱的喔 好,我把這個 New 攝影機 叫進來 我們就用標準的 50厘米就OK了 好,進來了 那預設我們的燈光 那個攝影機會在正前方 現在呢 你要怎麼搖 因為我們要變成像這樣子 變成像這樣 這個是不是攝影機在大概這個 這個角度 就是一個斜斜的角度嘛 可是我現在其實 在這邊它是立起來的 那怎麼辦 我就切到我們左視圖 我從左邊去調 好,你從上視圖不好調喔 你要到左視圖會比較好調喔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 好,點到它 我就一拉 來,注意看一下囉 這樣 但是呢,現在右手邊 我要換一下 我把它換成攝影機的角度喔 攝影機的角度 你看 我們右手邊現在是 看起來像這樣 因為攝影機從這邊照過去 它就是正面的 我現在就把攝影機 不要有軸向的往下一拉 請問有沒有變了 這樣了解嗎 你如果說 你不要調攝影機 你要把這個 這地板 還有翅膀 把它翻平 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調攝影機比較快 所以這個地方 按住一拉 往後退 有沒有這樣就有感覺了 可以嗎 可以像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話呢 待會我就是 繞一個圈就好了 然後 順便做一下蝴蝶動畫 這樣 有感覺嗎 看演唱會就是要 那個感覺而已 不然你直接聽 7D就好了 對不對 對啊